来 韩医生 还缺一个 为什么 你们先看 看可以把那底怎么剩 这底算完了 继续往后面剩 地上的捡起来 你刚刚那底还没解决呢 你过来 这底除了你用相似去算 还可以用别的方法算 包含这底也一样 这底用这个方法算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算 想想看 好来 看那本 来 听笔看我这里 内心 外心的关键它在算角度的时候 它利用的是外接远 对不对 懂我在讲什么 它利用的是外接远 所以 注意看哦 你就看就好 外心画的是外接远 所以它会画远接住它 那因为它是从外面画远 因为它是从外面画远 所以这个角变成了圆周角 还有同学没看我这里 我尽量不叫你的名字 我就只会这样子讲 好 注意看哦 因为它是从外面画远 所以这个角变成了圆周角 然后那一颗心 就变成是圆心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 你就可以利用 圆周角 跟圆心角 跟这个夹住的虎的关系 这两个是一体的 对不对 这一个几度 这里就是几度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可是它们两个 跟这个有关系 叫做2比1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外接远 你是外心 你用这个手法 会非常容易算 可是如果你是内心 这边一样是要算角度 对不对 但是你这边不要忘记 有时候不是这样子 就可以解决啊 有时候还需要用到什么呢 注意看 因为它是外心 这三条线会一样长 所以有时候你会用到 因为它等腰 所以角度会一样大 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是自己的胸部 还是有人没有看我这里哦 Hello 就暂时先不要写东西 就看我这里就对了 好 好 然后 所以你要善用 你要善用外接远 你要善用外接远 你要善用外接远的 外心的特性 然后这三条长度一样 所以你会等腰 等腰 底角就会一样 你要善用这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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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计算题目 然后如果它是 如果它是内心 它的心一定会在里面 它没有机会跑到外面去 对不对 因为内心是分角线 分角线是你往内化嘛 往内化就没有机会 跑到外面去 可以 所以内心 内心 内心的话 内切远的特性 没办法往外包住 这三个角 所以你没办法用 你没办法用圆周角来看 对不对 所以它看法就不是去画圆 它的看法是看什么呢 它的重点就不在画圆 因为画这个圆 对我们来讲 目前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我没办法把它看成圆周角 虽然它仍然有圆心角 也不能这样子讲 还是可以 但是因为它不是圆周角 它是圆外角 稍微复杂一点点 所以通常我们 内心的解敌 跟内切远有关系 那重点是在这个切点 这个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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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这三个一定一样长 这不用讲 这三个一定一样长 这是内切远半径 然后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是 哈啰还在写喔 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是 因为你要知道 内切远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一定会直角 内切远最重要的东西是 除了那个半径以外 这个都是分角线 所以这两个是全等三角形 这两个是全等三角形 这两个是全等三角形 所以内切远的 内切远的关键 内切远的关键在 你需要知道 这个如果是内心 这条线一定是分角线 所以你要马上反映 这两个角是相等的 还有 你要马上反映 这一条的长度 会跟这一条的长度一样长 所以你解题要从这个方向去想 除了这三条一样长以外 你还要想到这两个角度一样 这两个长度一样 那对这里来讲 就是这两个角度会一样 然后这一个切线长 这一个从这边到这边就切线 切线长度会从这里到这里 切线长度会一样长 从这里过来的切线长 会跟从这里到这里的切线长 会一样长 我刚刚画了这个图形 是你解第二题的关键 手法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我用的不是内切远的那颗圆 因为圆 如果想要来算角度的话 我通常会利用到圆周角 不然就是圆心角 然后跟虎的关系 可是因为它这一个圆在里面 所以我没办法用圆心角圆周角来算 可是呢 我却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 这一个角跟这一个角 两个会怎样 互补对不对 眼睛一定要看我这里 这个图形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图形 直角 直角 切线 切线 这里直角 这里直角 所以剩下的这两个角 一定会互补关系 我大你小你小我大 这两个角会互补 所以算角度的时候 通常都会用到这个特性来算 然后这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 因为它是圆 所以这是圆心角 然后这两个 这两个的加起来180 是因为切线 切线 直角 直角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180 好 那这一体呢 它要算角度 所以我一定会看角度 我不会看长度 严格上来讲 这个地方这个图 我不会去看长度 因为它给我的是角度 又要我算角度 所以我心里面想的一定是分角线 心里面想的一定是分角线 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用到分角线的角呢 要跟142扯上关系 我要怎么用到分角线的角呢 又要跟它扯上关系 对不对 唯一可以用的就这样而已 所以你需要用的是 我要用到的分角线的角 我要用到的分角线的角 跟它有什么关系 这有什么关系 一定要看我这里哦 哈啰 就算你会了 我知道有些同学会了 我知道你会了 这个三角形 这个用到分角线的角 这个用到分角线的角 你一定要想办法扯上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有什么关系 三角形 内角合 不用跟你讲 你也要知道 对不对 再来 还可以再扯一次 跟它呢 我的目标在它 对不对 它跟分角线的角有什么关系 它一次要看几个 它一次要看两个 它一次要看两个 它才有机会扯出一个 180度的关系 对不对 接下来自己算 其他题目自己来 我尽量让你们自己想 因为一旦我讲了 你只是模仿我 刚刚有几个同学 已经自己算出来了 中间那一题 你跟他们一样都卡在这里 你后面的那几个高手 都卡在中间这一题 试试看 解决的方法就在那里 解决的方法就在这里而已 刚刚我讲的这个 想想看 试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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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准备另外一支笔 你用三角形内角 试看看 我一旦教了 你就是模仿我 很好继续 这一题已经解决了 不是吗 那你要把答案写出来 半径要算出来 而且这个 你用的这个手法 你用的这个手法 其实任何一道题目都一样 跟它是不是直角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可是因为它是直角 所以它才可以 让你算出这一条 如果它不是直角 它就会把三条长度都给你 它才有机会要求你算你所谓的XYZ 你很厉害 继续 非常好 你们会有你们属于你们自己的直觉 一旦我示范给你看 你的直觉就不见了 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为我刚刚看像正男的手法 就跟恒女的手法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会有你看问题的独到的观点 那个独到的观点 你自己一定有 你要慢慢的让自己可以 让自己可以把它淬炼出来 因为 我再怎么讲都是我的东西 继续快出来了 你已经快算出来了 可是你要想说 你到底应该要怎么算 其实你已经快算出来 想想看 你一定要想想看 你这一集的关键是 你没办法算出圈 也没办法算出X 可是你可以算出圈加X 你用三角形内角合 试看看 就是一定要试看看 所以这一体不就用这一体 算马上就好了吗 是 很乖乖的 哪里 然后面积 面积 面积 嗯 没有六简 哪来了六简 哦 六简 来来第一次 这个是 底层高除以二 对 等一下 你这边前面应该有些问题 你是用 好我知道你在算什么 OK 我知道 所以你这边忘记除以二 对 我跟你讲 等一下 你的这个写法不好 你这个写法要读的人 他不容易读 因为你要算 你要算这一块 交到R平方 我可以读 可是你要算这一块 我没办法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应该是先算一块 然后再乘以二 你知道在讲什么 不能不能偷懒 这也是一样 你应该要先除以二再乘以二 人家读才会清楚 这个也是一样 你这个与其直接写他 你应该要先把那个东西写出来 算是要出来 接下来你要怎么算 你这一条让人家读懂 接下来人家不会管你 好 好 我写给你看 你看能不能知道我在算什么 我这样算 这两次180 我扣掉142 看你能不能读得懂 来看我这里 哈啰 看我这里 我把180扣掉142 请问我算出什么 圈加差 圈加差 好很好 那圈加差一旦解决了 这里快算完了 接下来我会做一件事情 我不会把38除以二 因为圈跟差不一定相等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除以二 我是把它 我是把它乘以二 为什么是乘以二呢 所以乘以二 这个是一圈加差 对不对 那这个乘以二就代表 两圈两叉 其实 两圈两叉在表现什么 在表现这一个跟这一个 对不对 所以最后一个步骤 怎么算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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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扣掉什么 两圈 两叉 对不对 不就是题目的答案吗 对不对 因为题目给我的142 是跟一圈一叉的关系 题目想要算的这一个 是跟两圈两叉有关系 所以我透过题目给我的算出一圈一叉 再把一圈一叉变成两圈两叉 两圈两叉就可以跟 题目想要算的这个扯上180的关系 你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来自己写 来自己写 把这个算完 中间那一体要利用 要利用这个关系 要利用这个关系 才有办法算 你先把这一体好好的写完 没有错啊 为什么要插 对吗 对啊 你是算出这一条嘛 对不对 对啊 你的算法完全对啊 你就是把这一条算出来 这条算出来之后 才有机会解它了 那才有机会解那个半径 对啊 你这一体对这一体就会对 怎么答案刚好一样 这么巧 不是 这个是这个 这不是直角 这不是直角上来的 它不需要直角三角形 它不需要直角三角形 你这个的手法 不需要直角三角形 也可以算 你会可以算是因为它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条边可以被算出来 对不对 对 我算出来 对 对啊 你算出来 所以半径来 对啊 那 其实自己的解决方法跟这个一样 对 这个五 这个六 Z-X 你怎么会知道Z-X是一样 这边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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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 你不相信你自己是对的 不是啊 X-X是这一段 半径在这里 半径 你半径又 你半径是二吗 对啊 不对 这个这里 X-X是多少 X-X是二 X-X是二 半径呢 你还没有算出半径 所以这一体不能用这个方法算 因为这个方法只能算外围而已 对不对 这个方法只能够算外围 对 没办法算到里面的半径 它为什么可以算 是因为它是正方形 所以外面这条可以跟这条一样长 对 所以这个的方法不能用 刚刚这个方法 抱歉我跟他讲错了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因为这个的方法只能够算外围而已 算不进来 对不对 那算不进来怎么办呢 这一体因为它刚好等腰 所以这里可以用相似 所以郑伯隆是用相似三角形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可以用 可以用 因为它是半径 内切人的半径 这三两都一样长 所以可以用面积来算 这里有两个手法 第一个是相似型 相似型是因为它刚好等腰 所以才会有相似型 如果它没有等腰 就没有相似型 可以用相似跟面积来算 因为它三个高一样 第一小题解决的 请你马上先去算第三小题 手法一样刚好相反而已 第三小题先算 第三小题先算 它刚好相反而已 它刚好相反而已 刚好相反 卡着的先去算下面的题目 碰到后 凡日子用三角形 我来讲一下 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里六这里八 所以这条一定可以被算出来 这条一定可以被算出来 我就不算给你们看了 假设你们会 哈啰看我这里 还有人没看我这里 好 这里六这里八这条一定可以算得出来 好 那他要目的是要算内切元半径 那内切元半径在这里 对不对 因为他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呢 这边会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他要算的半径就 变成跑到这里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是切点 切点 所以这两个会一样长 所以一样的道理 这跟这个也会一样长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写 对不对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里快结束了 所以你看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看什么 B 加上R 把我看到的写出来 B加R等于多少 8嘛 对不对 然后呢 A加R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A加B等于多少 你有没有发现 我读一次给你听 B加R等于8 A加R等于6 A加B等于10 你有没有发现到 当我把这个写完了 我总不过就是把题目看到的东西写出来而已 写出来之后 请问你看到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B写了两次 对不对 一定会被写两次 A会被写两次 R会被写两次 B也会被写两次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被写几次 大家都被写几次 被写两次 这个是一个手法 我教你们一下 这是一个手法 请问一下我加起来这边会是什么 这边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这里多少 左边是什么东西 A被写两次 B被写两次 这个也被写两次 对不对 那不就是A、B、R全部都被写几次 可以吗 那不就在告诉我A、B、R是多少 那不就在告诉我A等于多少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有 这三个 各一个 各一个 各一个加起来12 这两个加起来为什么只有8 因为它缺谁 缺A 对不对 所以A要多少才可以加起来变12 所以就12-8 对不对 这一个为什么加起来只有6 它缺了谁 它缺了B 如果B补给它就会变12 对不对 所以显然B等于多少 12-6 对不对 这一个呢 缺了谁 缺了R 补上R就会变12 所以R是多少 来先把这个手法写在笔记本上 因为你上面位置绝对不够 这一个手法跟它是不是指甲三角形完全无关哦 说了图形都是这样子 看懂自己写才有意思啊 因为它刚好对称 它刚好对称 它给我的讯息 它让我可以知道三个边长 它让我知道可以知道三个边长 所以我就把我知道的写出来 把我知道的写出来 把我知道的写出来 写完之后我就发现它有对称性 每一个都被写两次 所以每一个都被写两次 这个就并有两组 两组 一组我就能算出来 算出一组之后呢 缺义 保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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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题的题目这里不需要是直角 它如果不是直角 这两个还是会相等 这个不是直角 它们两个还是会相等 这个你要注意 它是直角 所以它外面的半径 里面的半径才可以跑到外面去 因为它是直角 所以这边才会有正方形 先把这个写好 然后我再来讲一下第七题 先让你们慢慢写好 写好的人请你看第七题 你会发现你没办法用这个手法解这一题 你要知道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这里可以算出内切半径 那你不行 先让你们慢慢的把它写完 然后我们来看第七题 你要知道自己在想想 你写得非常的认真 要养成习惯 你要知道你在想想 他真的很认真 因为他自己会补图 不需要我讲 我只看你笔记 我就知道你知不知道要怎么做笔记 有些人你会只写这个 你没这个读 你写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没关系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第七题 它也是要求内切圆的半径 然后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所以这个分角线会刚好跟那个半径 会刚好串成一串 因为它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分角线会直接贯穿下来垂直 所以这里一定是内切圆半径 哈啰看我这里 还有人没有看我这里我要再讲一次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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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里 这是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你分角线就是对称轴嘛 所以你分角线切过内心的时候 下来一定会垂直 所以这一段就叫做内切圆半径 等一下哦 我看看你们知不知道 诶 不会 好 不能这样讲 好 继续 好 那个 所以这个是内切圆半径 这个也是内切圆半径 这个也是内切圆半径 好 如果你用刚刚的手法 你就说这里A 这里A 这里B 这里B 这里C 这里C A加C等于5 B加C等于6 A加B等于5 你就可以算出ABC 对不对 很抱歉你算出来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半径 这个半径没有办法到外面去 他为什么可以 他为什么可以出去 因为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正方形 对不对 所以你算这里就等于算这里 他就不行 他不行他怎么办呢 他的手法就是因为这三个 都是直角 对不对 因为这三个都是直角 所以呢 所以我现在手法就不能用ABC来算 跟他完全无关 因为算出ABC也没有用 所以不用算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解他呢 垂直 垂直 你要想到一个东西 不就高吗 高要想到什么 高 什么时候用到高 面积 面积 我要想办法 让这个当成我可以算面积的东西 所以我会画一些线 来让他可以让我算面积 他要是谁的高 谁的高才可以拿他来当面积 谁的高才可以拿他当面积 谁的高才拿他当面积 所以我很自然会补什么呢 这块面积 不就是6 乘以高 再除以2吗 对不对 有看到了吗 然后这里还有对不对 这一块呢 不就是5 乘以高 再除以2 对不对 这一个呢 一样 所以是5 乘以高 除以2 讲这三个没有用 为什么呢 有他有他有他 我算出这块面积 算出这块面积 算出这块面积 这三块都算完之后 代表我算出了什么 我算出了什么 算出了什么 算出了整块的面积 对不对 整个的工程 这一块面积 这一块面积 这一块面积是可以算的 他有告诉你5 再告诉你5 告诉你6 对不对 我把它画旁边 注意看 这里5 这里5 这里6 穿过内心贯穿下来 垂直的这个 会把下面这个平分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这里5 这里3 这一条长度多少 直角三角形 5 3 这一条一定是 只要5在斜边 这一条一定是4 必是定理 只要5在斜边 有5有3 另外那一条一定是4 可以哦 那么我这个不就可以算面积吗 这块面积怎么算 6 高有多高呢 高有4那么高 再除以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整条 里面就只有一个不知道的东西 就叫做 有看到吗 来把这个手法写上去 写在学习单 写在笔记本上 写在笔记本上 我看你学习单 你已经写的很乱了 我才会选择叫你们写笔记本 来写在笔记本上 这个手法是非常重要的手法 他是利用 他是利用这一整块的面积 是可以算的 这一整块的面积是可以算的 把半径当成高来算 3块面积加起来 就是全部的面积 所以他利用面积 来串出关系 扯上关系 利用面积把半径扯上关系 我才可以求出半径 好好的写 把这个写起来 而这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 只要能够算面积的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算半径 只有他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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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用外边的边场来算半径 只有他特别 其他的图形 通通都要利用面积来算 没办法用这个方法算 内切眼的半径 只有他最特别 只有他可以 其他都不行 你只能够用面积 没有别的手法 把刚刚那两个好好的做好笔记 我们只剩三分钟就下课了 把刚刚那两个好好的自己补上图 自己要补读 八分钟 八分钟 五十五 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呢 所以这 所以这一页就差不多了 其他的题目请你们把它写完 写完了整 请你写 喜座 请你把喜座 还有就是刚刚的第三题 有没有 第三题也把它写完 第二页 这一页你自己把它写完整 自己把它写完整 我明天要收回来改 明天要收喔 我明天要收回来改 你现在就是好好的要补图 要有图 要有图 你可以利用你刚刚已经画好的图来用 也无仿了 了解吗 你可以善用你刚刚画的图 你可以另外再补图 你一定要有图 你没有图 只写没有意义 所以我才会称赞 那个甜蕊巧的笔记做的特别好 就是不用我讲 自己知道什么是重点 他就自己知道要补什么东西 这种学习的主动性的效率才会高 你如果要等我说 我告诉你你这次操 操没意义 第二页那一整面 你好好地把它写完 写完之后就写习座 习座里面所有的内心外心的 你们都要写了喔 我明天 我明天就只收 你们今天的作业 所以就只有把内心那张好好的写好 就把内心那张好好的写完整 明天就收那一张 习座你有时间先写 我还没有要检查 习座应该是后天才检查 你就开始一天三题 懂意思吗 一天三题 就是你要写题目因为有些扯到重心 所以你要写页还有题号 知道意思吗 从明天开始一天三题 诶 要算出来呢 哈啰 最后要把答案算出来 你要把答案算出来 这一题你知道我们要怎么算比较快吗 大家都做了什么事 所以就大家一起不要做 对不对 大家都出一二嘛 所以我大家就都不要做还是会怎样 相等啊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简单了 六个啊 五个啊 五个啊 交代多少 16个啊 右边那边就 所以 16倍才这么大 对不对 不要16倍就要除以16 对不对 约分一下就答案 自己约 最后就答案 然后 这一题也可以用相似型算 你自己想一下哦 你这一题已经这个写完的人 请你想一下 因为相似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手法 你如果能够看得到相似型在哪里 而且你知道要用相似型去算 更厉害 九二有一个正欲 我们班有一个伯龙 你想一下呢 他可以用相似型来算 谁跟谁相似 因为相似是几何里面的核心 相似型 你要 你能不能看得到相似型 面积 面积是特殊情况的解题了 相似型是贯穿所有的几何 包括你以后念高中 念大学 那是重点 所以你想想看相似型在哪里 这一题为什么可以用相似型 是因为它等腰 它如果没有等腰 没办法用相似型算 自己想想看 好好的写完整哦 好好的写完整哦 看一下你有沒有填对 这一题还没填 你先把这个写完整 还没写完 你还没写完 把这一页好好的写完整 这一页好好的写完整 黑板的写完之后 请你把第二页好好的写完整 这一题呢 哦 你有写的 这一题的答案是先写 来 第六题的答案自己写一下 我要看一下你们第六题懂不懂 如果你其他都写完了 第六题 第六题答案是哪一个 不讲答案自己写 我看一下你们写 第六题的答案 有些我们会写在笔记本上 对不对 可是你的学习单上面 还是要再写一次哦 我再强调一次哦 我们有一些我上课的过程当中 为了让你们好好写一下 你们写在笔记本上对不对 但是你们学习单不能留空白 全部都要写哦 再写一次而已 然后现在请你们看第六题答案是谁 学习单上的第六题答案 学习单上的第六题的答案 现在所有人请看学习单第六题 第六题的答案是谁 自己看 第六题的答案 第六题的答案 来同学现在看选第六题 自己看 自己看 题目自己看 那一个只要知道什么叫内心 答案很简单 选择而已 一定要自己看哦 慢慢看题目 慢慢看题目 自己慢慢看题目 你要自己独体 写得非常漂亮 继续 第六题的答案是谁呢 把题目看清楚哦 把题目看清楚哦 它是内心嘛 要你找内心 OK继续 很好继续 你可以把上面那个把它完成 完成 谁呢 是哪一个点呢 剩一两分钟而已 来第六题还有些同学没有写 有写的都对了 写一下写一下 第六题很好 有写的都对了 有写的都对了 你自己独体 第六题 自己独 好 有写的都对了 这个功夫要自己下 你要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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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 好 好来 同学请看黑板 我带着你们看题目 还有几个同学会有困难 没关系 你就看看着我 三角形ABC 对不对 我就按照他的题目画图 第一句话 他说BG 所以你看到这个BG 平分角ABC 所以这条是分角线 对不对 那不就在内心 就在这条上面吗 对了 他说BG 平分这个角 所以内心就在这里 在哪一个点呢 好 接下来他又说AD 好 AD 下一句话说AD是高 所以这个是内心吗 不是 再来他又说AE 好 他又画了一条AE 他不是乱画的 他画的是让这一个 可以平分这个角 对不对 所以内心在这一条上面 对不对 内心在这一条上面 又在这一条上面 所以这个点就是内心 所以答案是谁 P 停哦 好 下课休息 等一下 连路部那些人过了 动作快 动作快